在準備大筆預訂訂單 以優犯、雞湯、月子餐文明的雙月 連續七年登上米其林 必比登推介餐廳 但位於在青島東路的創始店 卻在八號深夜宣布暫時停業 時間回到雙月 青島店的現場 可以看到門口是已經掛起了紅布條 而這間店其實也是台北的排隊名店之一 如今卻約實案問題 正式從即日起宣告停業 創始店位置就在青島東路上 周邊不只有立法院、監察院等機關 辦公大樓也不少 停業原因就是九月初的蟑螂事件 民眾在森林公園店的外送 發現蟑螂 當下雙月回憶已經確實做好清銷 但真的無法百分之百 確認沒問題 後續湧入不少一心負貧 作為一間餐飲業 對於自己的食材 跟對於消費者承諾 他們有意願去背負 那是蠻值得敬佩的 針對事件雙月也在社群發布聲明 在營收名利都亮眼的情況下 為何說關店就關店 因為選擇對貴賓負責 青島店確實老了也舊了 即便非常農力優化 可能還是有很高風險 所以才決定就此佔別 我們的租約才剛剛續約不久 可能還有七八年的時間 所以不是因為租約的問題 因為青島店太舊了 所以我們把它看要重新的裝潢 調整還是說就把它結束營業 然員工部分目前已經調派至其他門市 並無實業問題 至於青島店獨賣的商品 會不會在其他門市販售 目前還是問號 但可以確定的是 期間的米其林必備的推介餐廳 不抵食安風險關門 老過客都感到惋惜 華視新聞 楊串串 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李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